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理不但规定着个人的因果报应 也规定了一个地区 一个朝代 一个国家 甚至一个世界的因果报应 师父还说 天灾人祸就是贡业所造的恶枝果报 温室效应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一切都在天理的范畴之内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道 给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发生在刚才下班的时候 我不下雨的时候是开摩托车上下班的 刚才下班的时候 我要去个地方送点东西 然后再回家 当我到家的时候发现 我摩托车牌照莫名其妙掉了 从单位到送东西的地方 再到家有40公里左右的路程 我想这回完了 补牌照是非常繁琐的 而且牌照掉在什么地方根本不知道 甚至会有被车子压坏或者撞飞 或者被人剪掉的可能 家里人也劝我 这么远的路途不要去找了 肯定找不到 还是去补吧 我想了想 还是去找找看 我想有菩萨妈妈保佑一定会找到的 出门前 我就心里求了菩萨妈妈保佑我 找到牌照 沿途边念准提神咒边找 说实话 那时候心里有一阵非常没底 感觉肯定找不到了 但是我没有放弃 我再次对自己说要有信心 对菩萨妈妈更要有信心 我继续求菩萨妈妈和念准提神咒 开出去没多久 我心里就有个意念 感觉这么沿原路返回 肯定找起来困难 于是我掉了个头 开到自己感觉可能性非常高的路段寻找 其实现在想想 这就是菩萨妈妈给我的灵感 当我准提神咒念到一百遍的时候 果然不出所料 就在可能性路段开始不到一公里的时候 我就看到牌照静静地躺在路边 有被车撞过的痕迹 但没撞坏还能使用 真的是太神奇了 说给好多朋友听 他们都非常惊讶地说 这样都能找到 菩萨妈妈真的是太慈悲了 有求必应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墨学由于前天不小心吃了一碗很辣的面条 结果使本来脆弱的肠道 受了严重的刺激 昨天一直不舒服 腹痛剧烈 咨询医生 可能有肠梗组发作的危险 但医生说 只要肛门有排便和排气便无事 昨天晚上 我和爸爸都在菩萨面前发愿说 今天早上一定去放生 然后烧七张小房子给药精者 今天早上起来 果然排便排气了 但还是父同厉害 然后爸爸昨天晚上梦到乌龟爆梦 今天早上去把六只乌龟和三只团鱼一起放掉之后 其中真的有一只乌龟伸出头来 游了十多米远 万物都有灵啊 放完身后 我的肚子痛立马就缓解了很多 正是三大法宝真实不虚 真的时时刻刻有菩萨保佑的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是来自广西的同修 几天前是初一 我家没有佛台 我初一和十五 都是去同修家上香 供果 供花的 那天我还要上夜班 我的功课和小房子都没念完 还要去我妈家拿供果 时间很紧 我中午就没在家吃 大约十一点就去我妈家拿供果 接着就去了同修家旁边的水果批发市场 买了两个西瓜 也是供菩萨 那时 我才想起打个电话给同修 问他在不在家 我一到同修家 就说 我没吃饭呢 同修说 我今天煮了三碗 饭够 我吃着吃着 师兄突然说 奇怪了 往常我都是煮两碗饭 怎么会煮三碗饭呢 师兄他刚说完 我就明白了 肯定是菩萨慈悲我 你们看观世音菩萨多么的慈悲 这么小的事 他都帮我们想好 我们还有什么借口 不努力学佛呢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南无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卢君洪师父 感恩诸位隆听护法 吃素真好 弟子吃了四年左右的素 现在体重增加了十多斤 没吃素前 吃什么也不胖 还病痒痒的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还没吃全素的同修 抓紧许愿吧 吃素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台长 告诉你们 有一个真实的事情 有一个贵夫人 整天在家里 她是养了一头鹦鹉 这头鹦鹉 有一段时间 看见她回来 老跟她说一句话 再耐心一点 再等等吧 再耐心一点 再等等吧 她就怀疑 是她先生 跟第三者打电话的时候 被她听见了 所以这个鹦鹉 天天在家里讲这个话 这个时候 她的太太 这个贵夫人 就天天地跟她闹离婚 天天地跟她争吵 最后法院说 你能不能多提供点证据啊 这位贵夫人 居然把鹦鹉带去 想一想 人生就是这么把自己 勃起来的 想一想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我告诉你们 就是整天在家里闹 最后真的离婚了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不要去将自己 肃博住 不要去怀疑别人 怀疑别人 就是对自己的 自信心不够啊 感菩萨 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 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所以 一个人在某一刻 做了一件坏事 动了一个恶念 依照天理 会立刻自动排列 所应得的果报 然后转化成业障 定于下意识的 某年 某月 某天发生 同样 善事和功德 也一样会自动排列到 某一特定时刻 得福报 好了 以上就是 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